缅甸现在真是乱成一锅粥,军政府虽然实力比较强,但是手里只掌握了40%左右的领土,其他的都被各种民地武装掌控了。 最近跟克钦帮的克钦独立军就一直在开战,克钦军竟然公开说,克钦希望成为大国的一个省份,只要待遇跟少数民族警坡族一样,如果是真心,我们能接纳吗? 克钦军与缅军,瓦帮打来打去几十年了,那可是越打越勇,最近一直胜利的他们,好像整个世界都要听他,不过现在似乎是怂了,克钦军占领中缅通商累积口岸的时候,把缅军的国旗都给降下来了,换上了克钦帮自己的军旗,在那里还强行征兵收税,这一行为引发了缅昂来不满,随后联系瓦帮的鲍有祥,鲍有祥收到消息后,表示会派出军队,一起打击克钦军, 不仅如此,娘来还跟大国沟通,大国也表示支持,在边境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震慑克钦军,克钦军因为有老美支持,所以一直嚣张跋扈,有消息称,克钦军一直想建立警坡族国家,最近一直在招兵买马,特别在攻下中缅边境口岸后,引发警觉,直到大国举行军演,抱有祥开始行动,克钦军才感受到巨大压力,于是,他们开始为自己寻找, 新的出路了,也公开表示,想成为大国的一个省份,对于这个问题,网友们的看法,有网友说,克钦军面对缅军和瓦帮的联手打击,只不过是想转移视线,减轻压力而已,也有网友说,克钦军是真心的,想要归大国,希望寻求帮助, 应该让他们进来,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也许是被打得受不了了,眼看前景不妙,克钦独立军被爆出,正在谋求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说实话,克钦帮是缅北很重要的一个帮, 这里生产全世界90%的翡翠,不过可千万别上当,因为这一看就没安好心,第一是,离间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本身缅北克钦帮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个自治区, 怎么可能想并入哪个国家,就并入哪个国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中缅之间关系还不错,如果牵涉到领土,就不好说了,尤其是中国是个大国,没必要为这点事引发波澜,整个缅甸自愿过来还差不多,第二是,克钦独立军一直是亲美的,美国从二战时就在培植这股力量,信仰和习惯都跟美国一样, 怎么可能突然想并入中国,顶多只是权宜之计罢了,估计是最近被缅军反攻压制住了,不想团灭才想出这一招,在中国推动缅北大和平的环境下,克钦独立军不但不配合,还四处攻击,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已经把缅北搞乱了,这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而不是想拿这块地盘,第三是克钦独立军,可跟同盟军不一样,虽然是井坡族,但是一直在谋求独立,想建立一个大井坡族的国家,甚至还基于国内的井坡族,这要是投诚过来,不是相当于美国在边陲敲了个钉子吗? 以后搞事情更容易了,有人说能开疆拓土,不是件好事吗?非也,现在还不是时候,中美博弈正在如火如荼呢,这个时候不要节外生枝,等把美国先搞掉再说别的,缅甸作为东南亚的禁令,其实中国对别国的领土主权这些兴趣不太大,关键是要和平稳定,毕竟要建设中免经济走廊,还附带着不少一带一路的项目,克钦独立军一直在不断破坏中免之间的国家, 合作项目,这才是要重点打击的,克钦独立军是存世王跟我们关系不大,毕竟这跟同盟军的性质完全不同,真以为碰到难题了,就抛出个想并入中国的话题,就够意思了,那远远不够,真要想投诚,也得慢慢来吧,近三年多,克钦民第五和缅军打得不亦乐乎,娘来对这支部队毫无办法,克钦军的发言怎么看,都是有些转移视线和扯淡的成分在里面, 为什么这么讲呢,当前国际社会大环境下,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是真正能够和平发展的国家才几个呢,俄乌战争,中东战火,整个世界都处在极度紧张的氛围里,尽管缅甸内部从来就没有和平过,但,缅甸的局势,在当前的环境下,只会更危险,我想,前几天 咱们在云南边境搞实弹演习,就是为了威慑吧,而克钦军领导人的发言,就有点扯淡的意味了,明眼人都看得到,他之所以瞎讲,无非是想找机会和缅昂来谈判, 毕竟同盟军诸遇在前,他们自然也掩热,克钦军,作为革命联盟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历史和发展在缅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个以克钦族为主要成员的武装组织,不仅在军事上具有显著的实力,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上也有其独特的影响力,克钦军有着自己的兵工厂,生产包括山地迫击炮,高射机枪,尖康式火箭等,在内的各类部网, 武兵重武器和轻武器,近年来,毗邻克钦地区的印度资本和技术对这些兵工厂产生了影响,使得武器仿制水平不断提升,然而,他们的产品中并不包括无人机等数字型高精尖武器,克钦军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恩媒开疆以东的山区深处,这里地形复杂,气候高温潮湿,外界很难窥探其全貌,这些兵工厂生产出的武器除了自用外, 还用于与外界的军火贸易,成为缅北地区多个民地武装的主要供应商,克钦邦东部与云南省的怒江和德宏接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部与西藏昌都地区相邻,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坡族和素素族同出一员 自古以来,克钦邦一直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20世纪40年代修筑的中印公路也贯穿该地区,使其成为缅甸北大门 克钦邦的商旅和军火生产在当地历史上小有名气 克钦军在缅甸独立后的内战中与政府军交战时间最长 为了对抗政府军,克钦军曾资助彭家生领导的果敢同盟军的崛起 提供武器、训练及地盘支持 克钦军的军旗图案中间太阳,旁边树立两把刀 象征着景坡族中心起的力量 克钦战士身上的大红领巾则是他们的显影标志 目前,克钦军分为六个旅 总人数达一万九千多人 加上克钦邦辖下的公职人员,总数接近三万六千人 这部分公职人员可以随时转化为军事力量 克钦邦面积八万九千零四十一平方公里 比我国重庆市还要大一些 包含了包含江心坡地区、坎底地区、胡康地区等地区 克钦邦主要族群有克钦族、利宿族、在瓦族、免族、怒族、胆族以及汉人及少量藏族人 中国云南的少数民族景坡族与克钦族是同一民族 所以他们的长相和我们没什么区别 历史上也是亲如兄弟 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后 克钦邦大部分地区成了大明朝云南部政史司的一部分 而国杆地区也归属中国 而在清朝建立后 继续利用吐司管理 但在清末 英国殖民者吞并了缅甸 并逐渐侵略中国云南边境 导致克钦邦成了无主之地 缅甸独立后 这里被划入了缅甸 但在1961年 自行建立了克钦独立军和独立的克钦政府组织 克钦政党 并实际控制了克钦邦 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 于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 免政府承认 其为克钦邦第二特区 这里成了缅甸的高度自治区 这里虽然层从属于中国 但汉语不通 他们信仰基督教 跟我们也不同 美国人的到来 改变了克钦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 在克钦人心中 美国人成为了他们的领路人 而克钦族人信奉基督教的比例 也达到了90%以上 二战时 美国积极援助克钦邦 至今 克钦军仍然受到美国中情局的支持 装备有美式武器 并与美国保持着紧密联系 这样的背景下 克钦邦并不侵华 克钦邦同其他缅北三兄弟不一样 其他三邦承认自己是缅甸的一部分 但克钦邦暗藏的目标是独立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 克钦独立军就建立了 景坡大地人民共和国 他们的目标是把克钦邦和我国的 景坡族独龙族 苏立族 怒族所居住地区也纳入控制范围 美国人也想在中国南部挑起风火 用克钦人做马前足 但克钦邦挨着发达的中国 经济上难免受影响 克钦人离不开中国 离不开中国的清工业品 食品和商业投资 所以克钦邦内的主要武装团体 奉行的是清华的原则 军事上靠近美国 经济上靠近中国 缅甸和中国都不会容忍其独立 在这样的前提下 克钦邦没可能独立 所以克钦邦对中国的心理是矛盾的 恩版拉说向中国靠拢 可能是真话 但也可能是假话 但有一个原则 克钦邦是缅甸的领土 我们绝不染指 但如果他们胆敢危害边境同胞的安全 我军绝不答应 尊重缅甸的主权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缅甸有权决定自己的领土归属 作为一条文章的文章 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的领土 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的领土 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的领土